Hello大家好,我是优米张小妙 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个LV的新款包 也是我新拿到手的一个就是这个 它是On the Go的小号 On the Go这个包款呢在过去的两年吧 都是LV讨论度很高并且很热门的包款 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呢On the Go的尺寸太大 对小个子的女生不友好 所以呢LV听到了我们的声音 他就推出了一个这个小号的 然后这个小号呢它是全皮的 我手里面这支呢是大象灰色 然后它的这个logo配的是奶白色 它是这样子一个有颗粒的牛皮 然后整个皮子也是挺厚实 手感挺好的那种皮 主要这个颜色就是很温柔 很干净很气质 而且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一个颜色 就像爱马仕的大象灰 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欢它呢 就是因为它的灰色里面加了一些暖调 配深色系和浅色系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颜色呢我就觉得很好看 然后它侧面是这样有一定的宽度 所以它的容量也是挺好的 然后它底边长度呢是25厘米 就可以装下你日常出门 基本上所有能用的东西吧 它里面的空间还是挺大的 然后这边有两个扁的小侧带 这儿还有一个小拉链 它里面呢是LV高级的包才有的那种超细纤维的内衬 有一点像几皮的感觉 但是它这个灰色还是挺耐脏的 这边呢有一个扣子可以把这个包扣上 就是会增加一些安全性 主要是它这个尺寸呢是任何身高都可以驾驭的 就满足了很多喜欢昂测购的比较娇小的女生 或者是比较喜欢小包的女生 但是又一直觉得它们很大 然后这个包呢就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 给大家上身来看一下 我身高是1米65 这个尺寸呢就看着挺精致挺小巧的 但是容量又很大 然后手提也好看 它呢是配了一条长的肩带 当然也是可以调节长度的 你看它这个孔还挺多的 我现在的肩带呢是最长的状态 就斜跨起来就是这样的 就很合适的一个长度有没有 而有一点设计比较好呢 是它这个手柄是可以这样折下来的 背起来也不会有任何的障碍 不像有的包 它的手柄是这样就下不去 有的时候就会卡在干干尴尬的地方 然后这个包呢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是不是 而且你看它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就是大象灰有一点奶茶灰的感觉 你看我这个就是正常普通的灰色 然后跟这个一比 它就是冷调的 这个就是暖调的 单肩杯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的肩带调的是最短的 也根据你自己的身高去调节它的长度 这个长度就当单肩包也是非常合适的 再短一点 当腋下包的话就显得有点小气 但是这样长肩带的话就很好 然后戴着肩带平时手板也好看 然后还有一个有点值得夸呢就是 虽然它这个包是全皮的 但是它的自重很轻 就刚才我称了一下 重量是0.6公斤 就在全皮的包里面属于很轻的这个皮了 然后它的这个皮质呢 在LV他们家也是属于比较高级的一种皮质 又耐用 然后又轻 手感又厚实 又挺柔软 不是硬邦邦的那种 所以这个皮质我真的超级喜欢 然后配上这个颜色又不会显老 就真的很OK 然后除了我手里这只大象灰之外呢 这款包还出了奶白色和黑色 黑色呢就更加的OL一点 就更干练一些 然后白色呢就是比较适合小仙女的颜色 但是这我手里面这个大象灰呢 就是任何人 任何职业 你去任何场合都可以驾驭的一个包 所以我是最推荐这个颜色的 然后这个包呢 在国内专贵的售价是24,600 在LV里面属于价格比较高的一款 但是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入 而且非常值得投资的一款包 啊这个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张小喵买包不迷路 期待我们下次见面 拜拜